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国际劳动节 大家就知道在近现代史的一百年 中国从一个东亚冰夫 现在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那在整个这一百年的过程中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劳动和心情的付出 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此我们祝愿所有的劳动者 都幸福快乐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 俄罗斯从1861年隆诺制改革以后 它虽然后来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下 在19世纪成为马克思口中的世界警察 但是它并不被西方人所尊重 为什么 就是因为当一个民族 它不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时候 它的尊重值就很低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组数字 就是在目前4000到6000条科学公里之中 犹太人他占世界人口的不到1% 但是他占了15%的这种公里的输出量 我们基本上就是文化输出为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望俄罗斯 他在19世纪初虽然叫世界警察 但是并不被西方人所尊重 因为他文化太弱了 可是到了19世纪呢 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名人 元素周期表的门杰列夫 世界艺术史上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 还有图格涅夫等等 作为音乐界呢 还有check out司机 第一人的出现 是西方人有这样一个评价 就是在当时的19世纪 他们说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 20世纪俄罗斯就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强国 那我们看美国我们就不用再说了 他们这个在近代科学史上的贡献 我们是永无共睹的 那这反观中国 中国现在经济实力非常强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出建中华文化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意识到了 如果我们想要扬眉土气 真正的扬眉土气 只是在经济实力上强 那个叫爆发户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软文化上有所建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心现在推了一个 如此中华文化2021 这个一年的中华文化今天导读节目 是因为文化是一个传承的 而我们中国文化作为一个闲神学文化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回溯 去研究的一个领域 因为这个人类文明的整个继承 是我们这一块是其他文明所缺失的 作为我们中国人 有这样的宝贝拿在手里 再加上我们近现代以来 一直彻底地学习西方的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 整个在新的 现在目前我们发现是一个文明转型的时候 至于后科系时代这个文明转型 到什么地方去 这是大家现在都在探讨的一个方向 那么作为我们中国人 有这么好的文化比喻在 有这近一百年的学习西方的这个过程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前瞻 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前期实验 整个这一路走来 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可能 对未来文化有一个很好的 虚动性的建议的 这一点是我们要看到的 那么我们曾经说 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字啊 它只有洗面到一个诗的这个状态 它才会成为一个成熟的语言 就比如说俄罗斯为什么 他们这个普希金是文学史上的重要 因为普希金他把俄罗斯这个民族的语言 经验成诗话 我们上一个月主要就是做的 诗的一个系列 中华的诗歌我们知道是从诗经开始 一路走来我们一直截止到清朝的诗 我们做了一个小的组结 大家也会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华语言之美 在这种状况下呢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一点点努力 给大家一个思路 能够把这个中华文化真的重视起来 然后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 有特色的东西来 也有很多朋友问 为什么我们这一期没有英法文 主要是原因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推中华文化 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学习 再像以前似的我们为了学习西方的东西 努力的去学西方的语言 来融入到他们的环境 去吸取他们的营养 现在我们要转变一个思想 就是说我们的好东西 是所有世界人都应该来学习的 那么你要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 很重要就是学习它的语言 也就是说学习中文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是世界化的 我们至少要提出这一个思脉 几个意识 这是我们第二季度 要推出全中文 而且是古文和这个现代文对照 因为中国的古文 它不同于其他的文字 它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 它跟拉丁系统的这个符号文字 是绝对不一样的 我们未来呢 会做一个专题的讨论 但是我们先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思脉给大家引出来 引出来这个思脉的 今天我们看我们中华文化呢 我们说四书五经 而中国文化这个经啊 所有的经这一块 儒家思想呢 它主要就是 什么叫五经 所有的孔子 他编辑整理过的东西叫经 比如说诗经 易经 书经 礼经 然后是春秋 这是中国儒家的五经 可是这五经 你会看到 其中 书经这一块 实际上就是讲的 我们中国元祖 他们战斗 在自然环境中 一点一点繁衍到 让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经基础 繁衍出来的这个 这个脉络 这就是我们五月份 要做的歌颂这个 先祖的劳动 劳动的这个状况的 所以这一个月呢 我们是书经 上个月呢 我们是从诗经开始 所谓呢 诗 研制 歌 咏 咏 声 咏 咏 吕 和声 这个是我们在上书顺典里边 对诗和音乐 它的一个总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从这个 最早的 礼乐文化 一直发展到现在 现在就流行歌曲啊 很多就是 方方面面的 这个音乐作品 那我们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 一直在努力 为世界做 这个音乐文化方面的贡献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有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呢 就是讲我们 蒙特利尔的一些音乐人 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走到世界舞台 而且对这个 下一代的这个 中华文化传承 做着点点滴滴的 无私奉献 那么现在呢 就请张局 把这个短片 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跟着我们 一起在这个 诗 歌 书 礼 整个的这个 第二季度的 文化推广上 一起快乐地成长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 我愿意清晰一片海 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 我给你整个风铃和云彩 如果你有一个微笑 我敞开火热的胸怀 如果你需要有人通行 我陪你走到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句与我们同在 你只要一个微笑 或敞开或惹胸怀 我已需要永恒同心 我陪你走到未来 春花花开 这是我的世界 每次无法 都是心中能发的爱 风而吹来 是我天空的对白 对我的声音 超出最善良的心 是我的天空的对白 春暖花开 春暖风吻开 春暖风吻开 我的世界 相依如雪 又生命如雪 又生命如雪 即使幸福 即使我们 同在 我生命如雪 我的世界 春暖风吻开 让人们感觉春天扑面而来 今天非常有幸 请到这支少儿歌唱团的指导老师 董立荣女士 她来到我们的播现场 我们听过了 我们听过了春暖花开 这支歌 让心里有一种 洋洋的春的美感 那么董老师 您是怎么样想到 创作这样一首歌 带给大家的吗 谢谢你的问题 《风暖花开》 这首歌是 纳英老师 在2013年的春晚 在唱的 我们这个歌曲呢 是为 咱们2021年的 全桥的 这么一个 线上的春节的晚会 所准备的 所以在 选择的曲目的时候呢 我会选择到 这一部作品 两个孩子的演唱 一个是对我们 新年的期待 对春天的期待 新的希望的期待 更加也是 希望我们当前的这个疫情 能够早一点散去 其中有一句歌词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 叫穿越阴霾 让阳光砸满的创牌 所以我也特别的 希望我们的疫情 能够早一点散去 我们大家都能够 在一起见面 都能够见面交流 都能够走出去 享受阳光 是的 这一定是大家 共同的愿望 在2017年的时候 Classe Desart的 您的个人演唱会 就关注到您 当时记得很清楚 在Classe Desart的 那个整个演播厅里 您是跟 七人的一个 交响音乐团合作的 我们生活在 莫特利尔呢 知道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环境 您是怎么想到 要做这样的 一场演唱会呢 办音乐会呢 一直以来 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那出国以后 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在朋友的支持下 非常高兴 能够在 Classe Desart的 Maison Symphonic 交响音乐厅 举办自己的首场 太棒了 交响音乐会 有了一朵美丽的玻璃花 在那东山地上 上起白白的月亮 莫雪千山都长望 冬也金冬也兵 人参加 każ而行 在美丽的ある 地方 其中的 美丽的 不打我 不打我 大的 productive 公道 从 estad竟 让美丽 参加 这个 亢 使 sl 台应 Lebih 空 Podcast 当时真的是觉得 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华人 和西人的交响乐团合作 我当时就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能够把我们华人的文化 华人的音乐 跟西人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带到他们的舞台上去 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美 非常感谢你们 大家带来这么多优秀的节目 我知道后来您又去了 金色演播厅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020年年初的时候 我非常有幸受到了 维也纳朋友的邀请 去到了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与当地的也是西人的交响乐团 一起合作 演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 这场音乐会是 春之声维也纳中国交响音乐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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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把我们中国的歌手 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作品 传递给世界的观众 这场音乐会呢 也是一场慈善音乐会 部分的这个文票呢 它是捐赠给抗议的 太棒了 这么有意义的一件活动 在蒙特利尔这样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您看 您不但自己就像芙蓉一样 出水而来 不漫不知 而且还带出了这样一匹 才露尖尖角的小河 那您整个从您到了Montreal 然后到这样的一支合唱团的成立 又推出了这样的好的作品 您这一路走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这个心目的一场好不好 谢谢 好的 我是2015年开始创建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开始声乐的教学 之前呢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以演员的身份 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其实我的演唱 很多的朋友想 是否我也能跟着您开始学习唱歌呢 是的 包括我 那我就非常高兴 能够在海外呢 能有这样的机会 继续从事我的音乐事业 教了很多的学生 我发现在这边呢 对于中国的孩子 叫华人二代 他们接触中国的文化的机会 可能不是那么的多 他们学习中文 我发现有很大的困难 去认识这些汉字 可能他们的听说是 还是不错的 因为有这个家庭的这个语言环境 但是他们的读写 是有困难的 但是我发现孩子们呢 还是很愿意演唱中国的歌曲的 他们看到的歌谱 就能够通过这个歌谱 来学习中国的汉字 然后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演唱 来这个纠正 他的这个中文的发音 他为了把这个歌唱好 然后他就又喜欢唱歌 所以他就一点点喜欢上去 学中国的语言 对 他就不再抵触了 你就会觉得非常有兴趣 哎呀 这个角度太棒了 他就能够通过这个歌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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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顿以后 在模糊的小红娘 飞着一个大路况 青早旺的小嚼鸯 做别书里和 deliver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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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听听董老师是怎么样来把这两种东西方的气质融合在一起 因为我想我的工作更多的是跟董有关系的 要唱要把自己要有激情去演唱 但是我上完课以后 我希望自己更多的时间是可以安静独处的 莲花我会被它的那种气质所吸引 它很纯净 然后呢也很安静 能够给我带来那种很专注 能把心沉下来的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莲花 就是我们老子经常说的 我们正反两面一静一动 然后如何就要条件 对 谢谢 这个莲花呀 我知道它从很久以前 那中国人就是很喜欢这样的花 莲花后来被叫做河 是因为大家喜欢它那个静 那个静叫河 后来莲和河就这样混为一谈 然后通用了下来 然后莲呢有很多种 你个人最喜欢哪一种呢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睡脸 人呢 他就要有休息 也有开放的时间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人要学会调劲 一静一动 然后呢有休息的时候 有工作的时候 这样我们把生活调整好 对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中西方文化一样 既要有东方的元素 也要有西方的元素 融合在一起才能够创新 哎呦 已经体现到这个高度了 太好了 我们太荣幸能够跟您这样一个 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得到您的一些心得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家人朋友们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有幸 听了董老师这么多的介绍 我们也能够经常看到他活跃在 蒙特利尔的这个各大舞台上 而且是各大世界舞台上 我希望所有的跟他在一起 学习的孩子们和所有的家长们 都跟我们一样 祝福董老师 谢谢 越来越生机勃勃 然后能够带出更多的 像他一样不漫不知的 亭亭聚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董老师 吉他混合 专 companies 最后能够带出更多的 如你沙漫 虚枯寒 黑面高天 风雨浪 宁波同窗 看见白眼黄霜又高 一圆圈中 共有着你 我 痴情爱 幻梦长 有你我 痴情爱 幻梦长